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豪公开课 这次我们来说说王莽的西徒是政治第六集 这次我教你如何看穿政治人物的真面目 对王莽的评价2000年来最有名的 流传最广的 也最深得人心的 莫过于白居易的这首诗 正军一法绝胡怡 不用专规与注释 事欲要烧三日满 便才需待七年起 这首诗文字浅显 但道理很深刻流传千古 不过这首诗也造成一个长期的错误印象 就是当王莽还会篡位的时候 大家都不知道他是奸臣 我告诉各位 这其实是一个很明显的历史错误印象 我不知道白居易当年写诗的时候 有没有细读汉书的王莽传 像我是每天在家里细读 但我估计大师人可能有很多事情 比如他喜欢炮酒吧 早一天我来写一下白居易的风流故事 说实在来应该是下流故事 不过我敢肯定白居易写这首诗 有感而发的时候 他铁定没有把书架上面的汉书 拿来重庆翻一翻 唐朝人看汉书是很正常 像白居易这种大学问家 他读汉书应该很合理 不过我估计他可能没有认真翻一翻书 为什么呢 不然他很容易就会发现王莽是个什么货色 怎么可能写书什么一身真伪负谁知 他还没篡 大家就知道他很假白了好不好 来吧 从历史研究者的角度来说 我们其实不需要等到王莽篡位 就已经知道他很虚伪了 这一次我来告诉各位 王莽在篡位之前 各种坚恶跟虚伪的表现 当然你也可以借由理解王莽 来思考一下 现在政坛上的政治人物 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试人的 前两回我们都在说 淳于常的崛起跟垮台 尤其是许皇后 所以在那两回的故事里面 王莽都藏在摄影棚后面 之后才出场 感觉好像是淳于常自己搞得太大 把自己搞死了 不过呢 这其实是因为那个时候 我选材的角度是只讲淳于常的那部分 如果你看看几年之后 王莽的同党 在吹捧王莽时所做的话 你就会发现他们这些人其实露线了 那一场 淳于常垮台的事件 背后隐藏的是王莽处心几率的政治斗争 王莽的这个同党叫陈崇 当时王莽推荐他当大司徒的私职 什么叫大司徒私职 这还真难念 用现在的概念来说 大司徒相当于行政院院长 所以私职就是一个辅佐行政院院长 监察百官的阵风人员 光看这种职位 就以前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的人二的人 你就知道他是什么货色 结果他是怎么吹捧的呢 陈崇尚书皇帝 把王莽吹得跟周公一样了不起 我以一段 你就可以感受一下 几为适中 故定灵侯淳于常有大逆罪 公不敢私 见白诸讨 为什么要加一句公不敢私 因为淳于常理论上跟王莽是亲戚 当然谁都知道他们是什么关系 周公租管菜 继子郑淑衙公之未宜 也就是说 把这场政治斗争 说得跟西周初年 周公平叛一样政治正确 要知道在西汉的时候 周公跟孔子都是绝对政治正确的人物 每次要斗争的时候 拿自己出来比周公跟孔子 说别人违反了周公跟孔子的道理 那对方就死得难看 这种拍马屁的奏章 后面还有一大堆 是各种经典的教科书式的吹捧 有兴趣可以自己查查汉书 汉书有全文照录 我就不照列了 问题是 这种奏章是公开文件 也就是说当时朝廷里面的文官 人人都能看得到 你说大家都是读书世字的人 而且都经历官场的人 还能不知道王莽在搞什么鬼吗 尤其是如果你看过前两回 你就会知道 淳于常跟王莽 其实是搞同一套把戏的 通常是冤家 所以再看看后几年 王莽得势的时候 同党对他的吹捧 难道周边的人都不知道 王莽是什么货 还会认为说 他是什么千功 很仁爱吗 所以何必等他创位呢 我们来看看 王莽到底干了什么事 接下来我们把淳于常倒台之后 王莽各种丑恶的具体行为 稍微调列一下 你就可以感受一下 王莽到底是什么人 这一段呢 是我从王莽自己的传记中引出来的 莽应求其罪过 应大司马取杨侯根白痴 常扶诸 莽以获终植 与在长转 这一段记载的意思是这样子的 到底淳于常是怎么被搞垮了 是王莽私底下收集证据 然后利用服侍取杨侯王根 那个时候取杨侯王根生病了 然后王莽就拿出他那一招 照顾长辈的特技 然后利用取杨侯王根 向太后告密状 最后呢 淳于常被弄死 莽呢 就王莽自己还获得了中职的名称 因为他基本上算是出卖队友 或者说的更好听一点 叫大义灭亲 事情都写在纯迪堂自己的传记里面 你注意那个因求其罪过就明白 大家都知道王莽是什么鸟人 接下来王根就退休了 根因起海谷 剑莽自带 上岁卓为大司马 四岁 虽何元年也 年三十八亿 王根紧接着就退休了 推荐王莽代替自己当大司马 王莽终于在三十八岁 就是这一年当上的大司马 大司马就是汉代的宰相 也就是实际掌控政权的人物 这算走上人生巅峰吧 靠的是什么 靠的不就弄垮存于常吗 这件事情当时人们都知道 哪来什么千功未篡实呢 我们来看看王莽当了宰相之后 他在干嘛 莽既拔出同列 既四父而辅政 注意一下 前面已经有四个姓王 当了大司马 他们这王姓家族已经是 第五个执政者了 说实在的也太过分了 别人眼红的不得了 所以王莽干的事情很有意思 他不是在积极的做什么 内政外交国防军事 而是在做个人道德修养 并且广接党羽 欲令名誉过前人 所以克己而不倦 然后他把钱都拿出来 收买人心 而且培植党羽 王莽大了大司马之后呢 他就开始招兵买马 广接党羽 那些朱贤良其实就是党羽 接着把政府给他的薪水跟赏赐 都用来收买人心 自己过得很简朴 你可能觉得我太严苛了 当上宰相之后 把收入用来养世 不是很高尚吗 为什么说王莽是虚伪呢 因为你不觉得这是问题啊 是因为现在政治气氛跟古代差很大 王莽这种行为在古代叫收买人心 是比贪污更严重一百倍的罪行 皇帝是最看不过去的 来看个西汉初年的例子 当年啊 英部谋反刘邦亲自率军征讨 顺便补一下 英部是西汉初年封的三个异姓王中的最后一人 前面两个呢 分别是韩姓跟彭月都死得非常惨 英部当后来下场也很惨 不过这次我们要说的是刘邦这方面的事情 当时呢 皇帝亲自率兵出征 因为刘邦说 除了我你们都打不过他 废话 能打得过他都被你弄死了 萧和当然是正守大后方啊 从当年打项羽的时候 萧和就正守大后方 但刘邦身在前线 每次萧和派人来送军粮补给的时候 刘邦都要问那个使者说 萧向国在长安做什么呀 那使者几乎总是回答 萧向国爱民如此啊 除了置办军区之外呢 都在安抚跟体恤百姓 没有多拿一分一毫啊 他非常爱护人民啊 刘邦听后总是默不作声 一次两次消息都传开了 那萧和也得到风声 他就问自己的门客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皇帝干嘛一直问我 门客说 功不久就要满门操展 萧和很担心啊 赶快问为什么 门客说 功居百官之首 还有什么职位可以再封 要知道 中国古代政治的格局就是 功高不少 功太高就只能杀 而且你一入关呢 就深得百姓爱戴 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 从打项羽的时候到现在 已经十多年了 百姓都拥护你啊 你还想方设法替老百姓办事 你民意制度比皇帝还高 皇帝几次问起你的动向 就是害怕你利用在关中的名望 做些什么事情 万一你也反了 那刘邦怎么办 萧和明白这是事实 他只能默然 那怎么办 违心之气呢 就是见价抢买民众的田宅 对 就是做法治乌 往自己上泼脏水 让百姓怨恨你 这样皇上才会放心 萧和想一想 的确只有这个方法 于是就照办了 消息传到刘邦尔有多里面 他就笑了 后来刘邦平定一步返回长安 在路上老百姓就急着要抗议 要告状了 那个时候汉朝政治体制 还不是很健全 所以拦路告状还是可以的 那个时候 萧和被控告的检举书 数百封之多 价值达数千万之多 萧和的民意之食物 在刘邦回到长安的时候 是荡到极点 而刘邦则升到高点 刘邦回到宫中 萧和前来拜见 刘邦笑着对萧和说 你当相国的 竟然侵占老百姓的财富 我自己牟利 该当何罪 然后把老百姓的那种 一箱一箱的控状 全部丢给萧和 你自己去让百姓谢罪吧 然后呢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这件事情就算了 为什么 因为刘邦最在乎的 不是贪污 不是什么侵夺财产 而是你可能要造反 这可是最严重的 政治立场问题 好了 你现在还觉得 王莽在大司马的位置上面 收买人心 不是什么问题吗 萧和跟王莽都是宰相 你听过萧和的故事 你还觉得王莽行为很正常吗 而且啊 王莽当了宰相之后 那种偏执狂般的千功 就全面发作 到了不尽人情的程度 当时王莽的妈妈生病了 公亲列侯都遣夫人问其 这是当时上流社会的一般礼仪 那既然是夫人社交 当然是夫人迎接 满其迎之 依不异地 不必兮 见者以为同时 问之其夫人皆经 注意这个字 当时上流社会 都把衣服穿得很长 尤其是女生的裙子都很长 为什么 因为布料贵 有钱人才能这样穿 这是一个惯例 那么王莽刻意要显示简朴 于是让他老婆穿的短裙 跟学生裙一样 所以大家看了都很金 注意哈 这个金不是小事 后人看这段记载的时候 多半只觉得王莽呢 搞得很夸张 让老婆穿的短衣短裤的 但是这件事情发生在西汉晚年 大家的感想没这么简单 那个精致的感想 不是这样子而已 因为几十年前 汉武帝时期 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当时公孙宏当了三公 公孙宏是从平民 当上三公的第一个人 家里却刻意用步骤的棉被 而这件事情就被大臣 拿来在朝堂上 直接弹劾他 虚伪 这可是政治风暴 弹劾他的人是齐安 要知道齐安是一个 非常有名的正直之臣 当时汉武帝对他评价是 齐安是社稷之臣 也就是整个汉武帝时代的朝廷当中 他算最正直的 齐安说 红位在三公 奉禄甚多 然为不卑 死乍野 这个人虚伪 要知道 齐安的身份说这话 汉武帝是不能不看重的 齐安直接用这件事情来弹劾公孙宏 说明这件事情本身有多严重 汉武帝很在意 于是呢 汉武帝正式问公孙宏 有没有这件事 你在家里是不是盖步骤棉被 公孙宏很坦诚的说 陈仲宏之病 没错 这就是我的毛病 这就是我的痛处 然后用了一大堆说词 把这件事情混过去 换得汉武帝的信任 不过你要搞清楚 这件事情不能简单用结果来看 要知道如果公孙宏回答的不好 光是用步骤棉被这件事情 就有可能让他丢官 而且汉武帝的个性 可能还没这么简单 所以王马让自己的夫人 穿得跟仆人一样 在接线达官显耀的正式场合里面 这样登场 其他人能不惊吗 他会惊讶于什么 惊讶于他的虚伪 汉书里面记载 王莽这些行动 都是那个年代的人 当时就能知道 他都是公开的 所以对汉代政治规则 有所理解的当代人 是不可能看不出来 王莽在干嘛的 何必等他正式篡位 所以王莽的行为 说明了他上台之后所在意的 就是他能不能继续 做他的大司徒 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假 他为什么要这么紧张 因为他的时间不多了 下一回我们就来说说 王莽第一次从政治高峰 跌落的重大事件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希望你会喜欢 也希望你可以持续订阅跟关注 我们下次见 拜拜